媒体户里面的东西就是上传到网站上面的一些媒体文件 这里面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去通过一个REST的接口获取到 现在一个REST的客户端上面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Wordpress的媒体文件的接口 配置一个请求 用GET这个方法请求一下网站的地址 后面加上wpjson-wp-vr-media 这里面返回的就是上传到网站上面的一些媒体文件 相关的信息 再回到我们的网站的管理后台 打开文章 可以去编辑一篇文章 文章的编辑的地址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文章的一个ID号 我这里是113 现在这个文章里面还没有上传媒体文件 我可以按一下这个添加媒体 选择上传文件 浏览到本地电脑上面的一张图片 打开 再插入这张图片 然后更新一下这个文章内容 再回到REST的客户端 重新的去请求一下这个媒体的接口 现在返回的列表里面 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刚才在文章里面上传的那个图片 媒体内容也会有一个ID属性 我的这个图片的ID是119 项目里面还有一个source URL 它就是这个媒体文件的地址 media details下面有更详细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image meta 它里面会有照片的一些meta数据 比如说aperture是光圈 camera是拍这个照片用的相机 focal length是拍照的时候用的那个焦距 shutter speed是快门速度 要注意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图片里面都会包含这些meta信息 有些图片处理软件为了减小图片的尺寸 会删除掉图片里面的这些meta信息 再看一下media details下面的sizes里面的东西 这里面会包含wordpress为这张图片生成的一些不同尺寸的缩略图 项目里面还有一个post这个属性 对用的值是一个文章的ID号 它的意思就是这张图片是从ID号是113的这个文章内容里面上传的 回到文章的编辑的界面 这个地址里面你可以看到会包含这个文章的ID号 这里呢也是113 要得到在同一个文章内容里面上传的所有的媒体文件 我们可以去请求一下这个媒体接口 后面再加上一个parent这个参数 对用的值呢就是文章内容的那个ID号 现在这里面给我们返回的就是 ID号是113的这个文章内容里面上传的所有的媒体文件 文章呢 感谢观看